好消息,到我看来也算个好消息 至少我的算金课程那边没有动作 那什么时候好消息就是回去还得要点时间 人家决定走回去的话,半个小时是要的吧 不几三点钟能够到家 到家了,咱们就开始准备今儿晚上的东西 如果森林课程那边仍然没动静的话 就准备,着手今儿晚上的东西再准备 我在想到这个大人发是不是改布局了呀 我是转了一大圈,我没看到那个 其实我是去买一个小电池啊 5号电池,我加那个门锁 那这个智能锁呢 门锁的电池到电量不足了 我怕到时候电量用光了,能够刷进去不够 而且我记得去年的话差不多 也差不多就是刚刚接手的时候 刚刚进去的时候就发现电量不足 就差不多用了一年 差不多用了一年 每天大概进出两回吧 今天晚上的西班牙语那边因为要把进度差不多 西班牙史推进到近代 差不多可能波胖王朝那边 所以我想今天下午如果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历史那边还要再熟悉熟悉 简单说就是虽然文化概伦那边对此时的要求很低 主要是语言方面的要求 你能看得懂它写的人字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不是那么的 只是知道那个词什么意思 而是还可以再往前走一走 为什么会有站岗子呢 这就是什么特殊日子还是特殊人无驾当的 另外今天上午的话其实还刷到一个很好玩的小玩意儿啊 就是B站上面那个推荐方面的推了一个动画片 我觉得现在你让我去看这种很大型的就是看不动了 看起来小的还挺治愈的 就渺渺和汪汪嘛 这真的是挺治愈的 挺逗,很好玩 其实我们国内倒是有一个我之前刷过 我觉得也不错啊 就科基和他的朋友们 真的也挺好 画得也着实也很可爱 说起在B站上追翻剧好家伙 最后一次都是好几年前了 那时候还在看那个《狐妖小红娘》的时候 该说那一段是真的有好多好多不错的 而且自己那个时候还看得下去啊 接着回头去看 现在在明波的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时间 也是相当于自己特别扬眉吐气的一段时间 跟后来在广州相比那真的是完全不吃一回事啊 所以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我才会说 希望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所谓职场的高光时刻 也会知道有这样的经历 也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高光时刻是什么样的对吧 否则的话总是好像无温不活 或者总是被别人踩乎踩乎的 其实也不是特别有利于你成长 你需要经历过高低起伏你都得经历 说到经历啊 这让我想到了这段时间 关注的一位油管主吧 其实一直都在关注他 只是最开始的时候确实特别喜欢 后来慢慢慢慢地做了几件事情 我有点不太认可 觉得慢慢地有点下头 但总是来说还是值得推荐 一位油管主叫小苏 北京小苏 他其实是一个gay啊 他有个彩虹频道 也有一个 稍等一下 这个管压蛮新鲜的 上海的戒标啊 上海的戒标啊 哈哈哈哈 那你给我走 是不是 你不吃饭 我都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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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不吃饭吧 你要拍吧 我帮你拍 我怎么以前 不用 我怎么觉得以前 我没注意到有个这么东西呢 那这个也不是刚刚才立的呀 上海江苏戒标啊 上海江苏戒标啊 那这脑袋 稍等一下 拍张照片啊 稍等一下 嗯 这些老太太们,他们拍的东西比我拍的东西还要有人看的,也不一定啊 看不起人家这个,摆拍的痕迹有无比严重 还真是没注意到,走过这么多回,没注意到这个界标啊 真是浮了 说是吧,有点说不过去,我觉得说不太过去,人上来说不应该错 好,接着说小叔的问题 小叔他现在的话,不知道回来没有,估计还没有从日本回来吧 好不容易出去一趟,怎么着也在那待够一个月吧 其实你知道他拍的那些东西有多么的神奇吗?也谈不上 但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个东西是对的,就是把东西具象化 以前的话都是别人说,听说来啊,看视频啊,看书啊,停留在一些纸面上的 别人拍出来的画面的东西 现在的话,他出去日本游了,那就可以实实在在的走一走 这让我想到了,我在迪拜的时候 我当时在迪拜那边第一次看到了记忆国屋啊,书店 日本的大型书店 这个只存在于,我脑海中只存在于这个村上村树小说里的东西 让我是真是亲眼能见到他,能够进去,能够翻一翻 能看看他里面长什么样 也许他就跟一个普通的大型书店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在我看来,别人说和自己亲自去走 在书上去看,跟你真的走到里面去 不一样 哪怕进去也就是这么回事,那也不一样 那也是值得去的 也许当我走多了成国家之后啊,你会觉得好像 也没有了,退去了当初最开始的时候那么的 新鲜感啊,兴奋感之类的 但,呃,人生不是哪来,怎么说呢 24小时让自己抗奔的 很多时候就是从新鲜变得不新鲜 从新手变成老炮,变成老油条的一个过程 那说到了老油条呢,稍等 那说到老油条呢,最近 头上有个东西过去 你也看得见我是走在那个地铁的轨道的下面嘛 头上时不时会有点巨大的东西从脑上过 UEOLS 说到老油条的话呢,最近其实 B站的一个 肯定 新鲜率 他的那个工能号,呃,或者他的那个视频号还挺 刷的还挺多的 感觉是那种旅游行业良性的那种感觉 他自己是做旅游的 从业游十几年了 二十年了 然后每次出来 总结一下周围的旅游的景点 然后这个景点的评级 旅游景点推荐 包括他自己的组团的项目的推荐 我倒不会说去报他的所谓餐团游 但是我觉得听听他这个东西也没坏处 尤其是他现在开始尝试推荐海外景点 第一次推荐的是斯里兰卡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小 然后做一个小尝试 然后这次推荐的是马来西亚 那我想着说 马来西亚可能也是我接下来会 还在优先级很高的一个目的地 上一次非常可惜嘛 上一次本来想说飞到吉隆坡去的 结果就没飞得过去 哎 非常非常可惜 甚至你也可以说上一次旅行如果说飞要有说有什么遗憾 那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在于最后这一飞 倒不是在 因为拉萨和日卡泽摔了两次车把自己给摔了一跤 这都不是这么大事 虽然摔得挺惨的 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事 而我觉得最大的遗憾 来自于最后我的这个没有成型 很可惜 要说摔得严重跟我几乎是前后脚吧 几乎是前后脚摔车的 B站上面那位大V 他比我要连弄多了 B站上面有一位房车UP主 房车出油UP主 叫杨旭 开房车环游中国 基本上跟我差不多有点前后脚的意思 就是大概我摔了之后 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 他也摔了一跤 但是他摔的比我严重多了 直接把他的旅行给摔没了 好在就是没有伤到重要的部位 就是手 就是手 就是他的右手 然后我是骑小电鱼摔的 他是骑摩托车摔的 所以他比我要严重多了 这还是速度不一样 直接摔了一个手指的多处骨折出来 说起来的话大家都挺圆的 其实都挺圆的 我摔是因为路中间的这个 路中间的这个坑 而且是两连坑 两连坑 两个坑 下车到顶盖 距离平地的 有点太深了 然后 小电鱼又是小轮车 所以 我第一个都过了 但是 紧接着又来一个我就失控了 然后我就从车上甩下来了 这是我那次 那主要是 颗膝盖受伤比较严重 其他的的问题不是很大 而 他的那个话可能比我还要冤枉 还要冤枉 他那个是被别人的车给别了 然后他的车就 跟着就别在了这个 接沿上 就是旁边这个 接到的沿上 因为他那车比我这快 车快多了嘛 我为了防止自己脑袋着地 就用手去支撑 这个手指就 好几处了 他现在就从中出发了 这是好消息 希望 记起教训呢 也希望他一切顺利 因为他的手其实现在还 不能落过全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左手打主力啊 负责方向盘 右手 做辅助 主要是当时我正在 甘肃那边旅游 这是我的第二次出行啊 然后当时在甘肃那边的话 看到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时就 就围之一阵 就是会这么巧的 因为那段时间 B站的旅游区 或者说是七星区 UP主 顶流徐云也出事了 这个B站上面的七星区 一哥 放弃了自己的七星 这一天 安排好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都遇到问题了 当然现在的话 区域那边是有点陷入到罗生门啊 毕竟作为七星区一哥 他的体量又在 杨旭的好几位 完全没得比 他那边的适配要更多一些 扯得稍微圆了点啊 其实还是想说 关于旅行的争议的问题 先前的话 其实我也说过 陈秋实在他的 油管节目里面也说过 关于旅行 在他看来的话 如果 一个人在旅行的这个地方 还搞不清楚 旅行意义是什么的话 是梅佛明白 在我看来 因为梅佛明白才是正常的 大多数人都 正不太明白 均不见那些 狗血的那些新闻 都是年轻人的新闻吗 不会 不会 有些人都是中年人了 甚至快是老年人的人 他们这些 梅佛明白的事还少吗 你要说真是 大家都是活到 那个岁数了 本来就应该 好像 人生的智慧啊 经验呢 都应该让他们 比起我们来说好多了吧 但你可能觉得 他们活胎不如咱们 说 好像好几年以前去成都神学院上课那会儿 那我接触到的都 今年都比我大十几岁 我那时候可能 35左右吧 那 那个班的平均年龄是 他差不多要奔着50去 所以说实话 我是真没觉得 我是真没觉得 这帮 比我大十几岁 他们又怎么样了 没觉得 我觉得他们过得很犹豫 我觉得他们 也没把这事给弄明白 莫名其妙的事情一点都不比一个年轻人多 太一个年轻人少了 这种精灵走道的也不少 说实话 咱们还有一位 一位同行是吧 我就是感觉咱们 拿的装备都差不多 你看 是不是 但是有一位 咱们拿的东西都差不多 我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 说自己到他们那个岁数的时候 千万不能跟他们似的 得过得比他们明白 说实话 谈何容易啊 谈何容易啊 那时候你不去惹别人别人都会惹上你 这就很烦了 就好像 我在直播里面说过很多回的去老挝的这个经历 我真没想去惹谁 对不对 我真没想去惹谁 我就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 我关然后出去怎么样 但我就是遭遇了一次我觉得 非常糟糕的出行经历吧 而且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 还是咱们自己人 对不对 还是咱们自己人 还是咱们自己人坑自己人 坑自己人 所以我说 你要想把生活活明白了 有那么容易吗 你自己想就想明白 对不对 对不对 这里面坑实在太没堵了 但比如说像 我没有赶上去老挝的飞机这个事 对 那你觉得这个是生活没整明白 就是我自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不觉得呀 不觉得呀 或者你说像昨天我刷到 一个视频讲到烂尾楼的问题 预售这个导致烂尾这个事 叫这些人他们的生活 这是他们自己想要这么过的吗 你说他们有多大的错 不是啊 对吧 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是我们可能都希望我们生活 能够过得明白一些 确实如此 但实际上真正能把生活 我打理的津津有条的 其实恐怕很难很难 你以为你自己已经 树里的津津有条了 你可能还是往坑里掉了 所以天天上一挡荡荡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也许才是一种常态 所谓的忽里忽图的过了一辈子 也许才是常态 我们的尽可能的将这个忽里忽图降到最低 但这并不容易 有很多时候 不是你自己所想的 我觉得我可以怎么样 我就不会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选择不惹是成非 但是你拦不住别人来惹你 在很多年以前的话是 你可以选择不去喜欢人家 但是你拦不住人家爱上你了 道理是差不多了 这个生活本身就会是咬人的 有时候真的不是我想着把生活怎么怎么样 真不是这样 有太多不确定的忽宿 有些事情奇葩到你根本想都想不到 比如再举个例子 像最近的南洋这个 对吧 那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也能经常刷得到 就这些感觉像吃了摇头丸的这帮男 这帮年轻人在那儿 泥地里面磕头 然后一看这个评论区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钓鱼 有些人发的那个言论是钓鱼 他们不至于真的弱势到这种程度 就是觉得又是什么邪教作祟啊 又是什么境外的反动势力作祟啊之类的 我觉得纯粹是他们想要钓鱼 想要在自己的评论下面盖楼 谁故意怎么说呢 我觉得真的没有人会蠢到这个地步 那你说南洋这帮 对吧也是一个相当于无望之灾啊 哪能猜得到来参加一个这个 结果还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公共性事件 其实我都遭遇过 但是不是在南洋 我遭遇的是在广西 当我在农村 知觉那会儿 我也遭遇过 我觉得就是被我的邻居给顺走了 但都是小东西 就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编辑感比较弱 哪些东西是你的我就不能碰哪些东西是我的 他给编辑感比较弱 他就觉得这些东西无所谓 就没什么关系 而编辑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 现代的文明思想 比如说个人财产的问题 像我说 我们在打人这个方面 小孩子打人我们知道都是不对的 打伤了要赔钱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 认识在打伤了要赔钱 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这个够 我们能不能把它上升到 法律的层面上去 为什么打人是不行 能不能把它往上去走走 像在一个法律的层面上去思考 人生的权利是吧 人生权利 人生财产的安全问题 为什么我们打人是不行的 还真别小看这个事 你知道我看来 如果我们能够把有些道理给说明白了 也许 我们又向着把生活过明白的 那个方面又走出了一步 刚才我们说的 其实真不是我们不想把生活过明白了 真不是这样 有些时候就是 天降 天降正义是吧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对吗 那你有什么办法 当然也许我把这个陈秋实的这个想法推得有点太远了 他可能也没有说想到那么那么多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太多太多的其他的可能性了 只是我在我看来的话 真的很难去 怎么说呢 很难去以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东西去要求别人 生活里面太多太多的东西是说不清楚的 就是很混乱 就是每天你能够大概的还是按照那么一条 道路走下去都很不错了 都很好了 都很好了 他说的东西太过理想化了 我看来 好的 那就先说到这么多各位 希望今下午 还是那句话 希望下午那个课没取消啊 我还是希望那课能继续上下去啊 因为既然老家那边是吧 都有一个人来问了 有没有可能再多那么一两个是吧 那让咱们多回家也找点正事做吧 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成本是不高的 成本是不高的 这个无所谓 好 那就先说了这么多 一会儿我们大概五六点钟吧 再从这儿走到安亭 那到时候我们就来谈一谈 今天下午这个收获 好到时候见拜拜